是在广东的广州 这里是广州的大岭村 这个大岭村是广州唯一一个 并立入为中国历史文化民村的一个古村落 也是全国十大文化民村之一 在我身后的左边是大岭村的一个全景图 地理位置是位于广州攀渔区的十楼中 右边主要是景点的指示牌 然后在我的前方是有一个停车位 这边它是没有直接的公交车 然后这边就是景点的一些整体的概况 一共大大小小有40多个景点 给大家看一看 这边是它的一个导览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这边 现在准备往龙京桥的方向去 从这边过去 大岭村位于广州市攀渔区十楼中西北面 是一个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村 2007年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民村 在历史中大岭村出了一个烫花 34个镜市 53个巨人 9瓶以上官员 达100多人 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被一浦山 三面环 玉带河 各式各样的石桥 跨于河山 古塔立于冲西南角 池塘 蒙楼 牌坊 古树 在村中皆可看见 村落布局良好 历史遗存丰厚 传统建筑经味 走到这种林南文化呢 感受这种老广州的气息 小桥流水人家 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了 从大岭村极一蒙 进入村民 路边的东光也是有别具特色 林南文化的建筑保存很好 中文化的建筑保存 进入村民 看到的 登入村民 辻习惯的建筑保存 一堆小桥 我是在这里游玩的 这个也高你 刚刚看见了一个老奶奶 这边都还是有那种浓浓的 充里的生活无比的悠闲,就连这里的狗也是十分的惬意 充里的劳人就是悠闲的坐在家门口的石顿上,做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在广州这座充满的都市里,这一刻是千金不换的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龙京桥,这座桥是建于清朝看西年间,距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这个桥的柱子直径是18厘米,柱高是48厘米 是攀于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之一,异东阳孔,横跨在玉带河之上 在桥的左右两边种着非常古老的龙树,这种石洞也是非常有历史年代感 漫步在桥上,聪明级游客人来人往,穿梭其中 在桥上一眼望去了,可以进南整个村子的风貌 静静的享受这段清幽半节奏的生活 前面是荷花池,如果是在下雨的时候,这个池塘烟雾缭绕,非常的壮观 别有一番浪漫的这种情怀 这个古村落没有拥挤的人潮,适合周末休闲散步 池塘的两侧都是住着村子里面的居民,房子依水而建 有点类似于江南水乡 在村子里的街龙桥,可以依然遇待河 也可以清楚的看见村子里的特色建筑 这个村子一共住宅区2.5平方公里 总轮口是2341人,认为9个村民小组 村子里的建筑,大多为民青的建筑,景点实在是太多,大大小小一共有40多个 所以只能粗略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